我们早上后大概已经把 像例如说台湾的一个各行政区用电的情形 稍微了解了一下 例如说它的一个确实这三年 它是有成长的趋势 然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通常我们会想要知道不是行政区 我们是想要知道县市 县市的一个用电的情形是怎么样 在这几年有没有产生变化 那这22个县市的比较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可是在我们台电的资料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吗 好 如果说您是现在才加入的话 其实你可以到我们的网址 就是到我放范例讲义的这个网址 去下载 下载什么呢 下载这个大数据分析应用入门产品观摩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早上 就是刚刚各年用电量分析 各年用电量分析 这份资料把它下载下来 好 那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档案 不过我还是把它下载下来 可以哦 所以它就会在我的下载这里面 好 那因为本来就已经有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 比如说后面在瓜谷一 可是现在呢 至少要请各位下载一个范例 下载什么范例呢 下载这个全国的各县市 由地区号 好 在这个地方 在大数据分析应用入门 然后范例下载 请下载这个ZIP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个档案里面 它才会有 例如说ZI 由地区号是什么 限制别行政区 因为在我们刚刚的电力资料里面 我们是有行政区 有由地区号 就是没有限制别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 各县市一个用电量是多少 你不能把一开头的 全部都叫台北市 二开头全部都叫 二开头都叫新北市 不能这样子划分 三开头的全部都叫做桃园市 不可以这样 因为至少我知道 三里面三开头 有包含新竹也是三开头的 这样大概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必须要去下载这个ZIP 这一个是由地区号里面包含 限制别跟我们的那个就是 行政区还有由地区号 好 那下载完就请关掉 来请现在先下载 下载 我们的范例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打开我们的范例 打开这个范例 这个 我还是开我原本这个 其实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各年用电量分析 所以我把这个就先删掉 好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呢 一样我已经就是假设我已经有了账号 然后去把这个要求注册的画面给关掉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这个是之前之前我们没办法去实现 画趋势线 我已经稍微解释 因为其实不管你是改成数字 但它没有一个连续性在 可是日期就有了 所以这个是 就是看各年用电趋势 这应该是第二了 这个一呢 它是做不出来的 好 我只是说 想要稍微让你们知道一下 稍微让你们知道一下 这个趋势线告诉我们说什么 其实各年啊 用电其实是微幅在上扬的 微幅在上扬 我不想 我不想你们喜不喜欢 就是从零开始 因为 因为它这个画的图 它是从85个十亿 来去开始画的 好 所以这里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用电度数 用电度数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假设我想要分析 各县市用电度数 对不对 我想要知道说 全台湾主要用电的县市 你们猜猜看 第一名是谁 新竹 未必 未必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 像刚刚那个 像台南啊 说不定也用电蛮多的 高雄 刚刚不是有看到小港 其实后面还可以看到其他的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你看到是单一行政区 那我想新竹 好 可是新竹 新竹是还蛮大 不过现在还没有限制合并 现在那个新竹嘛 就算合并起来 人口税也不到200万 好 所以它还没有合并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猜一猜 像台湾人口最多的是不是新北市 快接近400万 但是它的用电度数会不会多 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有时候电有分民生用电工业用电什么 那我觉得工业用电的需求量应该还是比民生用电来的大很多 所以这也可以代表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还是处在一个需要工业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 我现在我要请你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因为它没有限制 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什么 例如说行政区北竿 北竿是哪一个 哪一个县市 马祖 对不对 那甚至有人会想要特别分析 我只看六都 六都的工业化程度 我们也许把那个用电的电度当作是一个指标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资料是不能分析各县市用电的情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结合别人的资料 那你要理解一件事 台电它给出来的资料 它为什么不给县市 它为什么不给县市的资料 它为什么给就是行政区的资料 这我不知道 等我去做台电的董事长 我再去问那个 就是台电 台电是董事长 反正就是去台电 然后再去问 这是我觉得还蛮 不用再去刻意去询问的 就是我们做资料的人 我们要想办法把资料结合在一起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怎么解决这问题 首先你要先取得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在这个地方点选 我给各位的那个ZIP 它是CSV的资料 所以点选文字 CSV 而且那个资料不是开放资料 那个邮局是不是台湾 就是政府之关 邮局民营了嘛 所以我在那个开放平台 我找不到 找不到就是邮递区号 限制跟那个行政区 这个开放资料 我是自己做的 我是去邮局的网站来去做 因为它只提供5码 它不提供3码 3码是那个我们行政单位在使用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邮局它一定是提供5码 因为它就希望你写5码 它为什么还提供你3码 可以了解我们的意思 可是你觉得内政部 它会提供5码的资料吗 不会 所以如果有人口统计 它有使用到ZIP 邮递区号 它一定是提供3码 不会提供5码 所以我这边我就自己来去做 把5码变成3码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ZIP取得进来 我是下载 我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所以点选下载里面ZIP 然后开启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到这都是正常的内容 所以不是乱码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载入 你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ZIP 然后其中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邮递区号它变成什么 数字 数字对吗 应该不 这个数字应该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是文字 对吧 我只是稍微请你们注意一下 可是这样照样可以做关联 好 这是这套软体 它比较不拘小节 其实你到另外一套软体 它就不让你把不同类别 虽然名称一样 内容都一样 但是他认为一个是数字的110 一个是文字的110 它是不让你做关联 因为ZIP是这样定义的 这样了解 可是POW BI居然可以让你关联在一起 好了 我现在麻烦请你们先取得这个资料 我再讲关联 因为关联这边要特别稍微讲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设关联 关联请你真的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在这强调这一套软体 它把这个邮递区号 现在我是不是要把ZIP的邮递区号 跟TWELDC的邮递区号关联在一起 这个前面没有SIGMA代表它是文字 它是文字 这文字才会靠走对齐 然后这边是不是ZIP ZIP它的邮递区号 它是数字 有看到 它是靠右对齐 好 可是我们在关联这边 我是不是看你要用哪一个关联到哪一个 邮递区号关联到邮递区号 它关联起来了 而且是一 这边ZIP里面邮递区号只会出现一次 对不对 这个邮递区号它是哪一个县市 然后这个邮递区号只会出现一次 可是这个台电的用户 他这边邮递区号它出现了 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有一边是一就对了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边它没有这么严谨的一个配对 到时候它还是多多少少可能会遇到问题 只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举什么问题告诉你 因为它在ZIP里面 你这样子建立关联 它是不让你去建立的 好 那就请你们 请你们现在把它的关联建立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现在想要画各 等于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们的分析 我现在我想知道 就是各年各县市用电分析 对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想要做这件事 所以你要画两张图 一张是各年用电 然后再加另外一张图是各县市用电 有听懂吗 然后去关联在一起 它会自动做联动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先想办法做什么 各县市的一个用电分析 因为各年用电 各年用电 是不是已经在这边了 或者是我给各位看 这里面 这是不是各年的用电 2015 2016 2017 各年用电 已经做好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 各县市 因为这是行政区 好 所以我们增加一张资料表 去做各县市用电 各县市的用电 怎么做 真的有人他会这样做 各县市 县市名称不是在这边吗 用电 用电不是在这边吗 的直条图 对吧 他是不是这样做 然后这是各县市的用电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把这个各年的这一张复制 贴到哪里 这里面贴上 可以吗 然后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觉得用百分比的方式 可以去看到一些事情 就是把这个这张资料表的轴里面的值 用什么 用总计百分比的呈现 然后按照总计百分比来排序 然后接下来呢 2017 点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高雄市有微幅成长 台中市成长的幅度最多是各县市居管 可以了解 就是用电的需求量 用电需求量增加的百分比 他是最多台中市 那2015年呢 2016年呢 2016年最多的是这一个台南市 台南市 可以吗 好 不过 各年总电量 各年总电量 还是高雄第一 高雄第一 2015年高雄 桃园 桃园第二 2016年呢 一样高雄桃园 2017也是高雄桃园 但是 稍微注意哦 2017年台中可能有慢慢追到桃园的局势 可以吗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的分析哦 你 你现在可能不会遇到问题 在初阶的时候不会遇到问题 但在进阶 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资料呈现的方式 好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希望说教你的是 我们要透过写韩式的方式 做出这张资料表 因为 因为 现在是 你不用再取 这个数值 你不用再取这个数值出来 可是 可是 未来你是需要的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教你一个正确的做法 这张图 这张图也删掉好了 我们要用写韩式的方式教你 首先 首先我新增加一张工作表 然后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想做的是资料表 资料表 可是呢 这个资料表 我是要用到这张台湾电力 台湾电力这张资料表 里面 里面的限式 这个限式的用电量 可是这里面没有限式啊 对不对 所以 我必须要去创造 把每一笔记录 它是属于 归属于哪一个限式 把它做进来 所以变成我要在这里面 绝对是新增加资料行 就是说 这一笔记录 它是马祖 然后这一笔记录 它可能是 我干嘛举外的 这边有看到像乌来 这一笔记录 我就想要 这边出现的是 新北市 然后中山区 我就想要出现的是 台北 台北市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变成说 我是透过邮递区号来判断 不可以拿行政区做判断 你拿行政区做判断 你会有 北区就重复了 这样可以了解 一定要用邮递区号 所以呢 怎么样去 在这个台湾电力资料表里面 好 然后去创造出新的一个栏 叫做 县市 县市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 点选台湾电力资料表 任何一个栏位 然后呢 点选 新增 资料行 因为我每一笔记录都要增加一个县市的名称 所以接下来 这边这个县市名称 县市名称等于什么 R1 要用 relate 要用 relate 这一个 韩式 我们 第二天 有没有教过 relate 这韩式 用吧 这个 一定要记得 它是一个过去式 什么过去呢 过去一定要曾经建立过关联 好 接下来tap键 然后 我是不是要把 另外一张资料表的一个 县市名称 带过来 所以 选到县市名称 tap键 右锅弧 ancher 所以 这个等号 前面就是栏位名称 等号后面 就是韩式的内容 那你可能会发现说 这个没有 这个 703 西区 这我就不知道703是哪里了 台南 这个 这个 一样 一样 好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 可能之前 它是叫703 现在它可能换 另外一个名 另外一个名称 所以它就会用另外一个代号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可是至少 至少 如果我们今天 这边还有一个 一样 如果只有一个区没有 那我觉得还好 至少 是不是都对应回来了 千万不要把一一全部归类在一起 因为等一下我要跟你谈是归类 就是我只讨论六都 这个是我们人而外 这是我们自己去订阅 请问一下台北市的用电 跟新北市的用电 之所以能够会需要放在一起比 是因为人口数比较接近 然后行政区的性质比较接近 如果你把台北市跟台东一起比 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要比什么 你要交代清楚 对吧 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台北市用电量很少 你知道那个电 它里面会产生电磁波 电磁波也跟癌症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台北市好像就不在前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北市好像没有什么工业区 台北好像没有工业区 对不对 台北市没有工业区的 所以它的用电几乎都是名声用电 还有那个就是店家这些用电居多 就是它少了工业用电 好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产生出来这个县市名称 县市名称 那就麻烦请你们先做这一张 这一个栏位 新增加 而且是在TWEL1C里面增加 那你还不如去把 刚刚不是下载一个ZIP吗 对不对 ZIP里面你补703 什么区啊 西区啊 你要去那边打字 然后这边是重新整理 这边不能增加资料 请问一下大数据分析 你现在用这个Power BI 对不对 你能不能去修改任何一笔资料 理论上它不希望你去修改资料 删除资料都不希望你做 你要你就直接动到原始资料 了解哦 因为你不是资料的拥有者 你只拿资料来画图而已 来做分析而已 但是你可以说 你分析分析你就有写什么703西区 未纳入此次分析 就是大纲摘要里面 你必须要写这句话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至少让别人知道 我在县市比较的时候 然后台南市少了这个区 好 来画面借我用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已经 把这个县市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以后 我先给你看一下 资料表 资料表 我用资料表方式来呈现 你可能会比较懂 因为在座不乏有些主管 看资料表已经行之多年 已经看习惯了 好 第一个 我是不是勾线市别 我勾的是这个的线市别 这个线市别你当然会看到什么 有一个叫空白 空白就刚刚那个西区 它对应不起来的 它就用空白 所以这边有一个空白之道 空白不是中文字 就是什么都没有 可以哦 好 那刚刚那个 曾经我们在筛选里面 它为什么会出现 瓜糊空白 它就是怕你不知道 那里没有东西 所以就只好显示 告诉你这边没有归属到什么县市的 好 就是这个空白 然后接下来你再勾选 勾选什么 电的度数 这样子看起来 那个西区还不少电 那边是工业区发达的地方吗 那个行政区 我不知道啦 因为南部比较不熟 其实 其实就是你们可能 如果真的要再去做更精细的话 那边要去研究一下 好了 我把这张图来就画图 对不对 然后我是不是就画出来 其实跟刚刚我的做法会一模一样 那你一定会很好奇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需要额外做这件事 其实主要我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因为这些数字 其实到时候都可以取出来再使用 就是假设你今天要去算高雄市 跟台北市的比较 我现在可以做出来 有听懂 我刚刚那样子我是不能做的 我刚刚那样子 就是取这里面的县市名称来去做 我是没办法去做比较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张图应该还蛮简单制作 就是请你用群组直条图 然后去勾现市名称 还有受电度数 那左边呢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值改成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然后依照总计百分比排序 看你要不要把那个百分比的值也呈现出来 大一点点 小数位 可以取到一位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左边就是放我刚刚在行政区这里面 复制贴上 然后接下来你点他 他这边这个呈现的结果是深色的结果不是浅色的结果 你看14.5是下面那个强调颜色强调显示 好 那就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谁比较多 可以看到台中市 台中市成长很多 有准备要超越桃园市的可能性 您记不记得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年没有月没有日期没有没有限制名称 没有大概没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2015变到2016他是成长 滑鼠右键你点他 你点这一个滑鼠右键分析说明增加的情形 他只有两张图就结束了 对不对 因为你的资料量很少 这张资料表可自动分析的项目很少 可以理解 现在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他说那个如果说是那个1月到12月 因为我有一个月记的吗 所以我们来去看年跟月来去看 就是2016年成长最多的是3月 接下来是1月 再接下来是2月 你看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增加资讯在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些数字会可以做分析 可是如果是拿别张资料表 例如说好了 这边一定会有限制别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面是不是做了一个限制名称 所以你去看限制别 限制别 这个是用户数 这个是限制名称 你看高雄市成长最多 有看到吗 0.05兆 然后接下来是台中市 0.05兆 那你会说一样 不一样 这个尾数一定有差 可以理解吗 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吗 然后这边是不是桃园市成长 0.04兆 重点是台中市的成长 这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这件事情可能也许因为大家可能不太关心那个用电 因为我们台北市不是用电大户 可是台电公司是应该要分析出来这些资讯给大家知道的 好 那个到时候才会有什么南电北送啊 北电 北电应该不会南送吧 反正就是 就是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事情 主要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我因为增加了很多的栏位 我到时候我这里面分析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好 他现在能不能比较出来就是说 六都跟非六都谁的成长多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通常我们我们真的真的会希望就是说 那个来去做分析 分析说什么 六都的 以台湾来说嘛 六都的用电成长跟非六都的用电成长谁比较高 这也是我们大数据分析 希望看到的事情 或者是你们想要分析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又要再做出另外一个分类 就是我把限制改成六都跟非六都 可以吗 你们应该都是一定要比像我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健康科合作一个计划 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们只要跟六都比就好了 对吧 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跟花莲比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意义啊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台北高雄新北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这六都 好 对啊 所以假设你的资料啊 你是这几年的资料就是比六都 可是2013 应该说103 2014年之前 还没有台湾市 可是好像是2011年开始吧 六都 就是那个时候是五都 后来变成六都 好 反正 就是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电量 我现在要比的是什么 就是六都的用电量 六都的用电量上升比较多 还是那个非六都的一个用电量 就近几年来的比较 好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各县市用电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这边要特别关注的是台中台中市的用电量的成长 好 那顺便顺便看一下 哪一个县市用电量下降 好像没有哎 这个 这两个 一个是嘉义 然后一个是台北 新北也下降了 不过重点 重点请注意哦 等一下我要再放两年资料放进去 知道吗 现在我们是不是只到2017 至少我们已经有2018跟2019的用电 那我们就把它都放进去 看它自动帮我们看 因为请问一下你看三年的趋势跟五年的趋势 我觉得我觉得啦应该是五年会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现在去增加一张资料表 我们来去做六都 就是六都跟非六都的用电成长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各县市是不是都成长 对啊 刚刚我们讲说那个 这一张嘛 各年用电的趋势是逐渐成长 那请问你猜是六都还是非六都 用电成长比较高 应该会猜六都吧 对不对 好 因为这边我一直都没有做校正 真的都没有做校正 好 其实你要再想一想 你应该用什么来做校正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六都 怎么样定义六都跟非六都 所以你是不是要做出类别 好 请问是不是用滑鼠右键 然后在这个台湾电力资料表里面 用右键点任何一个来 然后去做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这边是不是讲 那个是否为六都 或者是六都非六都的一个定义吗 我就叫六都好了啦 好 那请问这个函字要怎么写 假如 假如 假如什么 假如 假如 现式 名称 对不对 现式名称 一撇 现式名称 我们如果 因为要写判断是 等于 台北市 我们就给它六都 六都 对不对 我喜欢 我喜欢继续写 把它拉长一点 假如 假如什么呢 现式名称 现式名称 等于 新北市 新北市 现式名称 等于 新北市 如果 如果你不想写 其实你可以用复制的方式 对不对 假如 现式名称 等于 等于什么 桃园市 不要打错字哦 六都 复制好了 贴上 这要改成什么 台中市 六都 贴上 台南市 是 是 是 加英特件 然后 换行之后 贴上 贴上这边 改成 高雄市 非六都 接下来你要放几个右刮弧 就相对的 你有几个左刮弧 就要几个右刮弧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一个右刮弧 有看到吗 他都是大写的 好 等一下再改吧 右刮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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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现在已经对应到这边了 右刮弧 右刮弧 其实你就算这个时候 不打右刮弧 直接按Enter 他就自动帮你补刮弧上去了 好 这个台都是大写 等一下好了 我先确认 我先看他台有没有出来 那个非六都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是新北六都台 OK 那我们现在改一下 六都这个 这个要改成大写的台 大写的台 好 Enter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台 这边变六都了 对不对 好 澎湖飞六都 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 其实 有点类似像 这边 我就要变成六都跟非六都 对不对 所以直接把它复制 复制 产生一模一样的内容 这张图 看你要不要留着了 然后空白地方点一下 再做 再做一张 因为直条图是最好比较 最直观让大家看懂的 六都 然后 用电量 所以六都是不是就会放在这边 然后用电量 放在直 请把直改成总计版分比 那我们现在去看 2015年 对不起 这个图 因为如果我们把那个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可能大家会觉得 比较容易比 好 2015年 有看到吗 差不多 好 六都的用电 自己跟自己比 不是说 不是在比这个 这个70 30 不是在比70 30 这种比哦 好 2016年 有看到吗 一样 70 30 然后 70 30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几年 就是六都的用电量 没什么差异性 这样了解吗 这三年 我们现在就三年 好 可是 我希望你们懂 虽然我们刚资料很少 可是这样 为什么慢慢的做出来 有一直做新的东西出来 要了解那个分析的策略 这样知道吗 以前 之前的课 我都是教客户 可是现在 我觉得教客户的 那个资料表的分析 你们可能会比较无感 可是我觉得 讲这样子的内容 你们应该会比较有感 像例如说六都只有 只有我们公家机关会做六都 那个 那个私人企业 哪里有什么六都可以分析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请你们现在就动手来去做 我重点就要请你们完成这六都的比较分析 请不吝点赞好